枪火重生千岁最强流派搭配推荐 枪火重生千岁原型是乌秋 是一名攻守兼备的英雄 主要是近战 是很多玩家都比绝喜欢的一个英雄 但是在枪火重生游戏中 很多玩家都还不知道 千岁要怎么搭配流派比绝好 下面就请大家推荐一下千岁最强流派 想要玩破解版本的玩家 可以通过uuxox.com进行体验 直接可以无限资源无限礼包 千岁的妙技使得他的玩法的多 有靠aq合营无限拳击的 也有收盾打枪泪流的 以致也能收盾打近战 这里分享的是一套开对无限打拳的派别 这套打法开一个a就能清理整片地区的小怪 在打boss的时候摘面开住 e摘面q能够无限序 灵幼抉择 惊雷之势 霸道寸进 深度醒觉 无限火力 发起开局深度醒悟 以后能够无脑刷加妙技危害的醒悟 霸道寸进十分重要 游巫泉意是千岁冲泉危害的最大泉源 点了这个灵幼可以二十层泉意入场 是十分凶猛的 重要醒悟 拳拳道肉 破浪一击 偷天巨浪 帐落偶然 拳拳道肉能够攻硬根地根基中上加成 而且深度三击可以对生命总值 高575%的敌人造成额外50%的中伤 破浪一击则能够压缩次数危害 而且杀敌能够返还次数 在前期就能及我们攻硬稳定的陆续妙技输出 滔天巨浪则是能够增多冲拳的中伤 在霸道寸进的加持下一层滔天巨浪 可以增多冲拳175%的中伤 帐落偶然也能攻硬在一妙技继续齐剑的中伤 重要醒悟 波涛汹涌 暗潮涌动 踏浪前行 海纳百川 宜山倒海 七人泰盛 波涛汹涌和暗潮涌动 能够保持一的持续实践集增多Q的次数 发起最少点一层 如此一Q清场是对比输涕的 斑江倒海和七人泰盛 能够让我们靠一来到达边冲刺边Q的形态 兵器推举 雷撑 磁条绝则元素几率 双子推举同响内容 能够打雷火操纵 硬弹魔王 磁条绝则绞心一击 弹夹 双子推举同响弹夹 能够座位前期过渡设备 后期也能够座位一冷却空档机补危害 蜜卷加点发起 一切加妙技危害的蜜卷都可以点 对比推举灵运宝典和事工生半 辅助类蜜卷则发起点击动性的 高速移动能够很好的补足 球球充全距离短的练势 防御类蜜卷就都可以了 看有什么带什么就行